大家好,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云计算中的核心技术之一,虚拟化技术。 本次视频中呢,想和大家介绍一下,虚拟化技术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解决我们的问题,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。 那么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。 假设说,我有一个服务器,那么和许多其他服务器一样,它有一条自己的硬件设施。 CPU处理器,内存,磁盘,以及网卡。 那么我在上面安装了我的Linux操作系统。 这个时候呢,它已经具备了来跑业务的一个基本要求。 但是呢,我可能当前没有业务要跑,但我还是想用这台服务器来赚点钱。 于是呢,想到个法子。 那就是说,我把这个服务器可以租赁给其他人。 然后他人可以通过ACU,SCH,运程控制的方式,来控制这台服务器,以及运行自己的业务。 那么假设这个时候,我有我的第一个客户A,他在我的服务器上跑了他的业务。 那么这可能不止一个应用程序,可能也包含了他所依赖的一些软件。 那这个时候,我和A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。 那就是说,我每年将他收取,比方说一百元。 那么我这个服务器,可能我所购入的成本会五百元。 这么一算下来,我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,才能够收回我的成本,以及开始引力。 这是在不计算像电费啊,维护成本这些其他杂费的情况下。 那么这个时候,我就想,可能五年之后呢,我这个服务器,随着硬件老旧,我可能就需要更换了。 那这个时候,我可能还是要额外投入成本进去。 那我可能,收回成本的日期,可能有点摇摇无期了。 这个时候,我在想,我能不能缩短我这个收回成本的周期呢? 那么,与此同时,我又观察到,A,它所使用到我的服务器的硬件资源,可能CPU在百分之二十左右,因为我可能有多核CPU,然后内存在百分之二十,四盘也只占用了我百分之二十的空间。 那么,这样子对于我来说,可能是划不来的,因为它并没有使用到我所有的硬件资源,但占用了我整个服务器。 于是呢,这个时候,我又对B开放了我的服务器,它也可以在我的服务器上来运行它的业务。 OK,那这样一来,我向B收取同样的费用,那么我收回成本的周期,那就缩短一半。 这很好,因为同样,如果B还没有把我的硬件资源使用完,我同样还可以租给C,D,以及更多人。 那这样的话,我收回成本的周期,可以成倍的减小,甚至于我的盈利可以成倍的增加。 在这种模式下,势必会带来种种问题。 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,可能就是软件版本重处的问题。 比方说A和B,它们同时依赖了同一个软件,但是呢,可能它们依赖了是不同版本。 那么在它们同一个OS下,这两个版本是无法接任我们的。 那么它们的服务可能就无法同时的正常运行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,就是哪一天,比方说B,它的软件写了个Bug。 这个Bug呢,可能触发了整个操作系统的一个Bug。 那个Bug导致了这个操作系统整体崩溃掉了,于是上面的应用程序也都无法运行。 这个时候呢,A的业务可能就面临着短暂下限的风险了。 这个时候A可能就会不满了,因为我啥也没干,但是我的业务却面临着中断。 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,最简单的方式,那就是我可以构置一台新的服务器。 然后我把A的业务跑到新服务器上,B的业务等它的Bug修复之后,还是跑到旧的服务器上。 这种解决方式肯定是不行的,因为呢,这样会导致我的成本又增加一倍。 那么导致我的回本周期呢,又回到了原点。 从收益上来看,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 那么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,我重新设计了我的整个服务架构。 于是呢,我在我的操作系统上,抽象了一个一个的沙盒。 这一个一个沙盒呢,是什么意思呢? 它是一个完整的主机,就是服务器。 但是它是运行在我的真实服务器上,相当于它是一个虚拟服务器。 那么它们运行在一个叫做hypervisor的东西上。 OK,这hypervisor呢,负责给它们虚拟化它们所想要的设备。 比方说,它有自己的CPU,内存,以及磁盘,还有网坦。 那么这些设备呢,很显然都是虚拟给它,让它认为它有这些东西。 并且,如果它想使用的话,它会通过hypervisor,使用到宿主机上的这些运件资源。 在这种模式下呢,一个沙盒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服务器。 那么它也有可以拥有自己的操作系统。 它也是拥有自己的操作系统。 那么它们两个之间的操作系统就可以毫不相干。 那么我可以让我的客户A来拥有一个独立的沙盒,运行它的app. 然后客户B呢,也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沙盒,运行它的app.2。 那么这样一来呢,这个问题就很好的一面而解了。 假如说,A和B需要不同的软件版本,那么因为它们在不同的OS上面, 操作系统上面,那么它是什么软件版本和它是什么软件版本已经毫不相干了。 因为它们在不同的作用域下。 那么B如果说它那个bug还是产生了,导致它整个操作系统都崩溃了。 那么这也OK,因为A和它并不运行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下。 那么A完全不受影响,只要B的这bug不会让宿主机给崩溃掉, 那么受影响的只有B。 所以说这就是虚拟化技术的出行。 那么这个沙盒呢,它也有自己的专业名字,叫做虚拟机。 这样看来呢,虚拟化技术很好地提升了。 我应用之间的隔离性,使它们可以不受影响,不受干扰。 各自拥有自己一片独立的空间。 同时呢,它也可以很好地提高我的资源灵活使用率。 比方说我的物理服务器有16个CPU,有4G内存。 但是我的A,它所需要的资源可能只有4个CPU,8G内存。 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完全可以按照它所需要的硬件使用量来分配给它4个CPU,8G内存。 同时对于其他客户也是这样。 它们每个人可以按需来申请它们所需要的资源。 然后我根据它们所需要的资源量来给它们制定不同的价格。 这样一来呢,我也可以确保它们所会需要的资源在我所提供的范围之内。